五十七集 姗姗惠子突然冷笑了起来 脸上露出了一种 在这个年代很少见的表情 让与会者们联想到了 在某个古老的年代 草丛中蛇的鳞片 反射的月光 你们想得太简单了 你们想得太简单了 现死附和着姗姗惠子 然后就又深深地低下了头 姗姗惠子再次转向丈夫 现死 你一直在对我隐藏着自己的思想 即使在成为面壁者之前 我怕你鄙视我 现死依然低着头 多少次 在京都静静的深夜里 在那间木屋和小竹林中 我们默默地对视 从你的眼神中 我看到了一个面壁者的孤独 看到了 你向我倾诉地渴望 有很多次 你都几乎要对我道出真相了 你想把头 埋在我的怀中 把一切事情都说出来 获得彻底的解脱 但是 面壁者的职责阻止了你 欺骗 即使是对自己最爱的人的欺骗 也是你的责任的一部分 于是 我也只能看着你的眼睛 希望从中 寻找到你真实思想的 蛛丝马迹 你不知道我度过了多少不眠的夜晚 在熟睡着的你的身边 等待着 等着你的梦意 但更多的时候 我是在细细地观察你 研究你的一举一动 捕捉你的每一个眼神 包括你第一次冬眠的那些年 我都一次次地回忆着你的每一个细节 不是为了思念 只是想看透你 真实的思想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我失败了 我知道 你一直都藏着面具 我对面具下的你 一无所知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终于到了那一天 当你第一次苏醒之后 穿过大脑神经网络的图像 走到我的身边时 我再次看到你的眼睛 终于领悟了 这时候的我 已经成长和成熟了八年 而你 却还是八年前的那个你 所以 你暴露了你自己 从那一刻起 我知道了真实的你 你是一个根深蒂固的 失败主义者 一个坚定的逃亡主义者 不管是在成为面壁者之前 还是之后 你唯一的目标 就是实现 人类的逃亡 与其他面壁者相比 你的高明之处 不在于战略计谋的欺骗 而在于 对自己真实的世界观的 隐藏和伪装 但我还是不知道 你是如何通过 对人类大脑和思维的研究 来实现这个目标的 甚至 在思想刚硬出现之后 我仍然处于迷惑之中 直到进入冬眠前的那一刻 我想起了他们的眼睛 那些被打伤了思想刚硬的人们的眼睛 就像对你一样 我突然读懂了那些 一直令我困惑的目光 这时 我完全识破了你的真实战略 但已经来不及说了 北美舰队代表说 山山惠子女士 我感觉这里面 应该没有更诡异的东西了吧 我们了解思想刚硬的历史 在第一批自愿打伤刚硬的 五万人当中 对每个人的操作 都是在严格监督之下进行的 不错 但绝对有效的监督 只是对信念命题的内容而言 对思想刚硬本身 监督就困难得多了 可是 历史文献表明 当时对思想刚硬 在技术细节上的监督 也十分的严格 在正式投入使用之前 曾经做过大量的实验 轮值主席补充着 珊珊惠子 轻轻地摇了摇头 思想刚硬 思想刚硬是极其复杂的设备 任何监督都会有疏漏的 特别是对几亿行代码当中的 一个小小的正副号而言 这一点 甚至连质子都没有觉察到 正副号 在发现了对命题判断为 真的神经回路模式时 县思同时也发现了 对命题判断为伪的模式 而后者 正是他所需要的 他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 都隐瞒了这个发现 这并不难 因为这两种神经回路的模式 十分的相似 在神经元传输模式当中 表现为某个关键信号的流向 而在思想刚硬的数学模型中 则只有一个正副号来决定 正者判断为真 副者判断为伪 限思用极其隐蔽的手段 操纵了思想刚硬 控制软件中的这个符号 在所有的 一共五台思想刚硬设备中 这个符号 都是 附号 死一般的寂静 笼罩了全场 这样的寂静 曾经在二百年前的那次行星防御理事会的 面壁计划听证会上出现过 当时 雷迪鸭子展示了手腕上的摇篮设置 并告诉所有的参会者 接收他的反触发信号的装置 就在纽约市 限思博士 看看你做了什么 轮值主席怒视着限思 限思 抬起了头来 人们看到 他刚刚还苍白的脸 又恢复了常态 声音 也变得沉稳 而震惊 我承认 自己低估了人类的力量 你们取得的进步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我看到了 相信了 我也相信 这场战争的胜利者 将是人类 这种信念 几乎于思想刚引一样坚固 二百年前的失败主义和逃亡主义 真的是很可笑 但是 主席先生 各位代表先生 我要对全世界说 在这件事上让我忏悔 是不可能的 你还不该忏悔吗 亚洲代表愤怒地质问限思 限思扬起头 不是不该 是不可能 我给自己打上了一个思想刚引 他的命题是 我在面壁计划中所做的一切 都是正确的 人们互相交换着 惊奇的目光 甚至连珊珊惠子 都在用这样的目光 看着自己的丈夫 欺骗死 欺骗死 对珊珊惠子 微笑着 点点头 是的 亲爱的 请允许我仍然这样称呼你 只有这样做 我才能获得把计划执行下去的精神力量 是的 我现在认为 自己做的 都是正确的 我绝对相信这一点 而不管现实 是什么 我用思想刚硬 把自己改造成了 自己的上帝 上帝 不可能忏悔 当不久的将来 三体入侵者 向强大的人类文明投降的时候 您仍然这么想吗 与刚才不同 这时 轮值主席表现出来的 更多的是好奇 欺骗死认真的点点头 我仍然这么想 我是正确的 我在面壁计划中做的一切 都是绝对正确的 当然 在世事面前 我会受到地狱般的折磨 说着 他转向山山会子 亲爱的 你知道我已经受过一次 这样的折磨了 那时候 我坚信 谁是剧毒的 还是让我们回到现实当中来吧 北美舰队代表打断了人们的低声议论 刚印族延继 延续至今 只是个猜测 毕竟已经过去一百七十多年了 如果一个持有绝对失败主义信念的阶层或组织存在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一点迹象呢 这有两种可能 欧洲舰队代表把北美舰队代表的提问接了过去 第一种可能是 刚印族早就消失了 我们确实是虚惊一场 亚洲代表紧接着替他说出了接下来的话 在另一种可能中 到现在还没有迹象 才是这件事的可怕之处 中国史诗科幻 三条正在播出 刘子欣援助 清雪制播 企鹅FM出品 罗继和史强行走在地下城市中 在他们的上方 树形建筑遮天蔽日 天空的缝隙中 穿行着飞车的车流 但由于城市建筑 都是悬在空中的树叶 地面的空间 反而十分的宽阔 只有间距很远的 巨树的树干 使得城市里 已经没有了街道的概念 这是一片 其间坐落着树干的 连绵的广场 地面上的环境很好 有大片的草地和真正的树林 空气清新 一眼望去 像是美丽的郊野 行人们穿着闪亮的衣服 像发光的蚂蚁般 穿行其间 这种把现代的喧嚣和拥挤 悬在高空 让地面回归自然的城市设计 让逻辑赞叹不已 这里丝毫看不到战争的阴影 只有人性化的舒适和惬意 走了不远 罗继突然听到一个柔美的女声 是罗继先生吗 他四下里一看 发现声音是从路边草坪上的 一个大广告牌上发出来的 上面大幅的动态图像当中 有个身穿制服的漂亮姑娘 正在看着自己 我是 罗继冲着广告牌点了点头 您好 我是总体银行系统 8065号金融咨询员 欢迎您来到这个时代 现在向您通报 您目前的财政状况 说着 咨询员的旁边 映出了一个数据表格 这是您在危机第九年的财政数据 其中包括当时在中国工商银行 和中国建设银行的存款情况 还有当时的有价证券 投资情况 后面一项的信息 在大低谷时代 可能部分丢失 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罗继第一声问大使 你的左手臂里 追入了一块什么芯片 别紧张 现在每个人都有 类似于是身份证吧 所以广告牌能认出你来 现在这广告 都是对着个人的了 不管走到哪儿 广告牌的东西 都是为你单独显示的 咨询员显然听到了大使的话 先生 这不是广告 而是总体银行系统的金融服务 我现在在银行里有多少存款 一个十分复杂的表格 在咨询员旁边出现了 这是从危机九年一月一日到今天 您所有存款的计息情况 比较复杂 以后您可以从自己的信息区中调阅 另一个比较简明的表格 随即也挑了出来 这是您目前在总体银行系统的 各个分系统的财政状况 罗继对那些数字并没有概念 他茫然地问 这有多少呢 老爹 你是有钱人了 石墙猛地排了逻辑一下 我虽然不如你 可也算是有钱的 两个世纪的利息 真正的长线投资 穷光大也富了 后悔当时没有多存心 这有些不对吧 罗继怀疑地问 嗯 咨询员漂亮的大眼睛 从广告牌上探寻地看着罗继 一百八二多年了 这中间没有通货膨胀什么呢 金融体系也能一直平稳地延续下来吗 还是你想得多 大使摇了摇头 从口袋中掏出一盒烟来 罗继现在知道 烟这个东西也延续下来了 只是大使从盒中抽出一根 不用点 就开始吞云吐雾了 咨询员回答了罗继的一问 大低谷时代 发生过多次通货膨胀 金融和信用体系 也曾经接近崩溃 但是 按照现有的法律 对冬眠苏行者的存款计息 有特殊的计算方式 排除了大低谷时间段 在存款额上 直接平移到 大低谷后的金融水平 并从那时开始寄息 竟然有这样的优惠 罗继很是惊叹 老爹 这是个好时候 大使吐出一口白烟 然后举起仍然带有火的香烟 就是烟难抽了 罗继先生 这次我们只是认识一下 在您方便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 您的个人财政安排和投资计划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 就再见了 咨询员微笑着 对罗继挥手道别 有一个问题 罗继急忙说道 他不知道现在对年轻女性 如何称呼 叫小姐 有些冒险 因为在自己的那个时代 这个称呼的含义已经变了 现在更不知变成什么了 叫女士也不太对 这应该是对上了年纪的女性的称呼 所以罗继只好把称呼免去 我对现实不太了解 要是这个问题冒犯了您 请多多原谅 咨询员微微一笑 没关系 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你们尽快地熟悉这个时代 你是真人还是机器 或者是一个程序 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让咨询员吃惊 我当然是真人 电脑怎么能够处理这么复杂的业务呢 同广告牌上的美人告别之后 逻辑转向史强 大师 有些事情真的不好理解 这是一个发明了涌动机 并且能够合成粮食的时代 可是计算机技术好像并没有进步多少 连处理个人金融业务的能力都没有 涌动机是谁 永远能动的机器 是啊 标志着无限能源的发现 大使四下里看了看 哪有这玩意儿 逻辑指着空中的车流 你看那些飞车 他们耗油或者是用电池吗 大使摇摇头 都不用啊 地球石油早抽完了 那些车也不用电池 就是那么不停的飞 永远不会没有电 很带劲动静 我正打算买一台呢 这就是你对技术奇迹的麻木了 人类有了无限的能源 这简直是跟盘古开天地一样的大事 到现在你也没意识到 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时代 大使把烟蒂扔掉 想了想 又觉得不妥 就又把扔到草坪上的烟蒂拾起来 扔到不远处的垃圾箱里 我麻木 是你这知识分子想太远了 这技术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已经有了 你开玩笑吗 要说技术呢 我是不懂 但是具体对这事 多少还是明白一些的 因为碰巧我曾经用过一种 警用窃听器 也是不用电池 电呢 也像这样用不完的 知道是怎么整的吗 从远处发射微波 给它供电 现在也就这么回事 供电方式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而已 罗继站住了 呆呆地看了大使半天 又抬起头 看看空中的那些飞车 再想想那个电热杯 终于明白了 不过是无限供电而已 电源用微波或是其他形式的电磁震荡数发射电能 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 形成供电厂 这个范围内的任何用电设备 都可以用天线或者电磁共振线圈来接收电能 正像大使说的那样 即便是在二百年前 这也是一项很普通的技术 之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没有普遍使用 是因为这种供电方式的耗损太大了 发射到空间中去的电能 只有一小部分能被接收和使用 大部分都散失了 而在现在这个时代 由于可控和聚变技术的成熟 能源已经极大的丰富了 无限供电所产生的损耗 变得可以接受 那合成粮食呢 它们不是可以合成粮食吗 这我不是太清楚 但是现在这粮食也是种子长出来的 只不过是在工厂的什么培养槽里生长的 庄家的基因也都改造过 据说那些麦子只长碎 没有杆 而且长得贼快 因为里边有很强的人造阳光 还有催长的强辐射什么的 麦子倒鼓一个星期就能收一剂 从外头看 就像是生产线上产出来的一样 罗继长长的沉吟了一声 他眼前许多绚烂的肥皂泡 破碎了 现实露出了真面目 他现在才知道 就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智子 仍然无处不在地飘荡着 人类的科学仍旧被锁死着 现有的技术都不可能越过 智子规定的那条线 那飞船达到光速的15% 这个 这倒是真难 那些战舰发动起来 就像天上小太阳 还有那些太空武器 前天电视上看到亚洲舰队演习的新闻 那激光炮 对着像航母那么大的把船扫了一下 那大铁家伙就像冰块似的 给蒸发了一半 另外一半就变成亮晶晶的钢水就炸开了 还有电磁炮 每秒钟能发射上百个钢球 每个有足球那么大 好家伙出塘的速度 每秒几十公里无间不摧 几分钟就扫平了火星上的一座大山 现在你说的什么 永动机之类的是没有 但是就凭这些技术 人类收拾三体舰队 也绰绰有余了 说着 大师递给罗继一支烟 叫他凝了一下过滤嘴部分 把烟点着 两个人各抽了一口 然后 看着雪白的烟雾 鸟鸟上升 不管怎么说 老弟 这也是个好时候 是啊 是个好时候 逻辑的话音未落 大师就向他猛扑了过来 两个人一起滚倒在了金明远的草坪上 紧接着就是一声巨响 一辆飞车 正撞在他们俩刚才站的位置上 在这边 可以帮助行的 这边 我可以帮助行的人 感谢观看